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好,我是李医师 长年到,秋天到,脚瓜俏 脚瓜呢,一般就是指西芙芦 现在吃口感最好,清脆又多汁 而且它营养丰富,热量低,价格还特别实惠 绝对是我们不可错过的养生菜 那我们就来看看秋天吃西芙芦的好处 第一,润燥厨房 西芙芦含水量丰富 有生菌止渴,清新厨房的作用 秋天比较干燥呢 常吃西芙芦可以补水去燥,解防热 第二,保护血管 西芙芦含有芙芦芦和丙醇二酸 可以防止糖内转发成脂肪 对保护血管很有好处 芙芦芦芦呢,还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预防处众的发生 第三,控糖降压 西芙芦能够激发胰岛素分泌 含富含膳食纤维,可以辅助降糖 同时它是高甲低辣的食材 非常适合高血压的患者 第四,提高免疫力 初秋时间气温多变,容易感冒 西芙芦呢,富含维生素C 有助于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因为西芙芦芦性寒 在秋天里不推荐大家采用凉拌的做法 以免过于寒凉 接下来介绍几个不伤味的吃法 好吃又健康 第一,西芙芦饼饼 准备西芙芦一个,面粉一包,鸡蛋一个,盐适量 首先把西芙芦芦擦成丝 然后和鸡蛋,面粉,小半勺盐混合在一起 接着搅拌到没有干面 放置10分钟,杀出西芙芦芦的水分 接着呢,平底锅热油,下面糊 一边摊一边用勺子把表面刮平 尽量摊得平一点,这样熟得均匀 最后呢,一面煎三色,就可以翻面了 大概煎6分钟左右,饼就熟了 第二,控糖蒸饺 很多糖友不敢吃面食 离师给您推荐呢,低糖的做法 可以放心的使用 除了控糖的西芙芦芦 面皮也用了生糖主式更低的少粉和藕粉 加上发面的做法,对血糖影响更小 首先呢,面粉、藕粉、少粉 按照2比1比1的比例 加入适量的热水,一点点盐 揉成烫面团,发酵30分钟 接着,西芙芦擦丝 加盐杀出水分 锅中倒油,炒鸡蛋馅 再加入撞干水分的西芙芦芦丝 料酒,胡椒粉,姜融,烫好的虾仁 一起拌匀 最后,面团擀成饺子皮 放入西芙芦芦丝蛋馅 包成饺子 上锅蒸10分钟即可 好了,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可以帮你一时点赞分享本视频 并点亮视频下方的小铃铛 感谢你的支持